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翻炒一下 加入白糖 1200克 加入黑糖 600克 加入水 500克 加入麦芽糖 130克 做黑糖姜母糖的秘诀就是不断地翻炒才能让糖反沙 所以一开始炒姜母糖的时候就要不断地翻炒姜母糖 这是姜母糖炒了15分钟的样子 这是炒了30分钟的姜母糖 姜母糖 姜母糖的颜色变成深咖啡色 目前姜母糖的温度已经来到120度了 做姜母糖温度一定要到125度才能成糖 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翻炒 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翻炒 大约再熬煮10分钟 姜母糖的温度来到125度 先把火转小 让姜母糖能够保持在125度 准备一个捞勺跟沥网 先将姜糖片捞出放进沥网中 姜糖片稍微沥干后 再把姜糖片放在防砖纸上 要有耐心地将所有姜糖片捞完 捞完姜糖片后 可以先将火关掉 现在准备用竹块不断地翻炒 把空气炒进去 让姜糖片反杀 翻炒至现在这样还不够 姜糖片表面还是有些微湿 还是要不断地把空气翻炒进去 大约调制这样 姜糖片表面已经反杀 表示姜糖片已经降温 呈现干燥的状态 姜糖片终于完成了 现在我要来继续翻炒姜母糖了 一样将空气翻炒进去 用锅铲推动糖浆打入空气进去 过程中除了会打入空气 也会让糖快速降温 搅拌到糖浆变成现在这样 变成较为浓稠 有点固体的深咖啡色 糖终于快要反杀了 我已经用尽了我全身的力量 我的手快断了 姜母糖炒到像这样的蓬松度就可以了 现在把姜母糖尝到防粘纸上 尽量将锅里的姜母糖铲起来 如果铲不起来也没有关系 等一下再加水下去熬煮 就是好喝的姜母茶了 继续翻炒姜母糖 把空气炒进去 让姜母糖反杀 这个动作很重要哦 这样做出来的姜母糖才会蓬松 不会硬邦邦的 含在嘴里 会感觉姜母糖很蓬松入口即化 如果不喜欢姜糖片太辣的你们 可以选择一年的老姜 煮黑糖姜母糖 在一开始就要不断的搅拌 煮糖的温度也是非常的关键 温度一定要到125度才能沉糖哦 最重要的是要很有耐心 要很有体力跟强壮的背力 大家加油 为你们加油哦 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 记得要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你们将会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诚心诚意 为你们准备好的热腾腾的菜肴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